凤凰每周快讯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瓶 联合赞助播出 下午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 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部长 以及高级代表3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北约总部召开会议 就打击伊斯兰国武装进行磋商 部署下一步战略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您继续留意 我们晚上为您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我在国航响云 地球公转 我的节奏自转 享受云端 自在过哈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又爱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 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除了戒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 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 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欢迎回来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 来自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二称 日本高田对在全美召回要求的回应令人失望 将在检视高田的回应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据了解 高田制造的安全气囊已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联邦监管机构热钱表示 已经要求高田在全美范围内进行召回 包括之前已经实施召回行动的高湿度地区 佛罗里达州 夏威夷州 以及墨西哥湾的沿岸地区 另一方面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今天召开会议 就是否应该解除自1983年起实施的 男童性恋者的献血禁令进行辩论 人权主义者表示 禁令具有歧视性 并且增加了对男童性恋者的消极成见 但是血液安全专家提醒 由于潜在影响很难预料 FDA应该谨慎地修改现有的政策 根据美国医学会 解禁将会增加60万品托的血液 挽救超过200万人的生命 目前FDA尚未公布 何时将会决定是否解除禁令 好 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我跟你说 我最近装了iTalk BB家庭电话 只要4块9毛9 中美双向直播 美国打中国 中国打美国 都没有长途费 我都用iTalk BB十年了 那你知道吗 iTalk BB最近还推出了手机app 下载这个app 打长途都免费呢 iTalk BB还有中文电视服务 这个还真不知道 最近朋友还送礼品呢 iTalk BB电话加手机app 加中文电视 每月4块9毛9起 以877-482-5522 2014Fusion 有人换车为了科技配备 有人换车为了性能表现 有人换车为了动力输出 也有人换车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就是目不转睛 爱不释手 购买福特Fusion的理由有很多 您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督令 2014Fusion 今天就光临南加州 福特汽车经销商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来自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根据美国中文网报道 尽管民调称民众抱怨没有享受到经济复苏的成果 但是作为经济高层决策者之一的纽约联储银行行长杜德利表示 相信经过多年的失望之后 美国经济终于走上正轨 他预计美国经济明年渴望增长2.5%到3% 超过自大衰退结束以来的2%的增幅 谈到经济好转的重大因素时 杜德利表示 由于大量房屋抢手 房地产行业看来更为健康 房价上涨也让很多美国人摆脱了资不抵债的抵押贷款 溺水状况 加拿大一直被称为是中国的贪官以及犯罪分子的天堂 但是两国一直都有展开遣返合作 根据加国驻华大使赵普披露 自2008年以来 加拿大已经遣返2472名中国人驶回中国 其中206名是中国通缉的药犯 这是加拿大官方第一次披露的数字 他同时表示 加中两国分享被没收资产协定即将正式签署 这将是中国就此签订的第一个专门合作协定 在境外追赃上 两国也取得了很大突破 双方去年已就返还财产和分享被没收资产协定达成一致 并且草签了协定 好 又到了距今华尔街的时间了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温润王为您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三12月3号的距今华尔街 那么好几天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主要是在Thanksgiving Holiday去度假 今天还是非常的郁闷 因为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一些波动 市场激略波动的时候 如果我们稍微不小心 就可能会出现大的偏差 因为我去了海岛去度假 那么这个度假的时候 由于海岛没有很好的WiFi 或者说Internet Connection 那么住在酒店 没有WiFi 通过朋友的一个WiFi来上网 那么死好死坏 那么在周一的时候 看到股价市场出现急速的波动 我尝试了做了一个阿里巴巴 两个星期到七的一个puts 大家可以看图一显示 这个阿里巴巴在最近的波动 是在103到109 也就是从两天的波动 应该在6块钱左右 那么这个给投资生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而由于在海岛上的一个关系 使得我的一个齐全 又赚钱变成亏损 由于我当时下单以后 我自己设了一个止盈单 因为我进场的点位是2块4毛 12月第二个星期的107块的puts 那么大家可以看图二 阿里巴巴这个puts呢 当天这两天的波动 最高是3块半 最低呢是大概1块钱 那么我止损在1块1毛5 这非常非常可惜 也就是因为我周二登机的时候呢 是在当地的 也就是美国的开盘时间 大概在8点 那个航程呢非常长 大概8 9小时 等落地以后呢 才发现了这个止损单已经成交了 所以心中呢 的确是非常郁闷 因为如果是2块4 如果设一个止盈单到3块4的话 我们就会有1000块钱的利润 而现在呢变成亏损了超过1000多一点 当然这也是我这个1000 闯关这个账号当中的一个 一个交易记录吧 不过当时呢 在周三的时候呢 周二的时候呢 也非常非常的矛盾 当时认为呢 这个股价呢可能会 今天会有波动 就是跟大家分享 第一大家一定要设好止损 也要设好止盈 第二期权这个weekly option 给投资人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你只投资了2400块钱 而你的收益可能在1000 50%左右 这个可能是在瞬间 因为我下单的时候呢 下完单以后呢 我曾经看了大概半两个小时的市场 当时呢是有这个机会出去的 而这个波动呢 在这个短短时间有这么大的波动 首先认为是短期的眼光是看对 但是呢就是一定要自己manage好 特别是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候 有单子出来 有交易机会的时候呢 大家也应该要注意 设好止盈止损 同时呢 第二呢 在不确定的时候呢 索性就不做了 这是我的经验体会 欢迎与大家分享 明天同一时间 希望和大家再见 谢谢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凤凰美洲快信的全部内容了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您继续留意 我们晚上为您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新闻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契杰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